在洛杉矶华人区的居民有口福辣 韩国牛国BBQ第三家分店在阿亨伯拉为广大喜欢BBQ的朋友带来了正宗的韩国烧烤 韩国牛国BBQ第一家是坐落在洛杉矶韩国城 第二家在华人众多的Rose Me 两家都提供All You Can Eat不限量 非常受顾客欢迎 现在第三家开在阿亨伯拉的Costco商场边 除了美味的BBQ也是唯一一家提供豆腐和BBQ的分店 第四家也在韩国城 虽然没有All You Can Eat 但价格是最低的非常有竞争力 在阿亨伯拉的韩国牛国BBQ吸引了当地众多顾客前来用餐 这边的鸡汤和那个什么豆腐都很不错 也挺适合小孩吃的 牛肉特别好 鸡肉我还没有尝 看样子应该不错 在这家韩国牛国BBQ 顾客可以选择的品种很多 从烤牛肉 烤鸡肉 烤鱼 到鲜美的豆腐样样俱全 而顾客人气最高的是排骨BBQ加豆腐套餐 和腊鸡BBQ加豆腐套餐 午餐价格也仅为16块9毛9和13块9毛9 我们也有点不同 我们提供我们的豆腐酱 可以选择柔软 酱 或超酱 古典的韩国围墙 防粮瓦片 和各种大小的装饰品 都韩国味十足 在这里用餐有一种 身临其境的美妙感觉 而所有的厨师都是来自韩国 他们精湛地道的烧烤手艺 让顾客有机会品尝到 来自韩国的正宗风味 我是第一次来 但是很好吃 这个豆腐很生鲜 也很好吃 现在各家韩国牛肉BBQ 提供抽奖活动 只要用餐时填些卡片 投入抽奖箱 就有机会赢得各种奖品 一等奖是iPad mini平板电脑 各个奖项加在一起 总共会抽出400位顾客 说不定下一位就是你 平日里无论是家庭聚餐 还是朋友相会 韩国牛肉BBQ 都是一个很好的去处 以上是ICN国际卫视记者 Hanny 英明 易士林 现场报导 不见了 不 patients讳会 感谢观看